音乐 顺时养生 从身、心、灵的平衡达到完全的健康 中医其实很简单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李昌迪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表演艺术家 近年来他不断使用一些现代 而且新潮的方式来推广金剧艺术 相信即便过去您从未听过金剧 透过他的介绍也能够一窥金剧之美 观众 偷播剧艺术上之余 为观众 appeared in stone "'老师正在表演' 所以我们先不要打扰他 我们先看一下 十岁就开始学习金剧的钱宇山 毕业于复兴剧校金剧科 他曾是舞台上耀眼的花旦 2014年开始致力于金剧文化的传承 从演员到讲师到化妆师 期许透过他的演绎 让传统金剧进入大众的生活 好精彩的表演 谢谢 老师好 我看老师刚刚那样表演 搭配这个衣服跟那个姿势 气势十足 那当然 看我是谁 那我老师我想要体验看看的话 帮我们这个机会 那太好了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愿意来体验我们金剧 来 你穿穿看好不好 好啊 好 好 好 然后这个水袖呢 这种比较长的水袖就要一次 不像我们一般短的是这样子上来 要这样一次 一次把它收上来 要收起来 对一次收起来 哇 有进步耶 很棒很棒很棒 非常的棒 你看没有这么困难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还是要经过很多的练习 当然 我们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是这个功夫的时候 我们的大手臂通常都会非常的酸胀 非常的不舒服 对 而且我是从十岁就开始做科的 从十岁就开始练功 所以身上大大小小的病气是非常的多 我请您喝一杯仙草茶 让我们 微微到来好吗 好没问题 那我们要出发吧 请 好 来 来 走 来 来 医师请喝茶 谢谢 好 请坐 辛苦 不会 可是真的酸痛 我每天都伴随着我太多年了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 大家对于那个科学的拉筋啊 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小时候为了要追求功夫好 成绩好 就会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很 就是拉筋啊 好下腰啊这样子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就韧带 两条韧带都坏掉了 然后又到了国中的时候 又发现脊椎侧丸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 受伤了以后还是持续的要大量演出 所以我的伤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 全面的休息 对啊 不过因为你筋骨很多不舒服 对那像仙草这个 本身它是一个偏寒凉的药物 药材药 对所以如果对于筋骨有问题的人 不适合喝很多 原来仙草不是喝热的就好了 那我还是不要喝好吗 那因为老师教我这个身体的状况嘛 那我们等一下就 我们可以学一些那个伸展的运动 好啊 对来做放松 所以评估一下状况怎么样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好那其实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那个骨盆的状况 对叫 其实骨盆它是一个固定 它是个骨头嘛 我们有没有听过骨盆前倾骨盆后倾那个说法 那骨盆前倾后倾是谁造成的 其实是它周边的肌肉造成的 对不对 因为它自己是个不会动的东西 对所以举例来讲 如果说像今天 你的腰的状况很紧绷 对不对 它就会把骨头拉起来 等下你后面就把它拉起来 对就等下很紧嘛 它就等于往上提了 是 对那这种人就容易会前倾 我们要找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叫 我们这边有个咖骨 咖骨盆 对或是骨盆这样 那它有个结构 两个结构 一个叫咖前上级 一个叫咖后上级 我没有讲那个什么 人鱼线 马甲线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有一条线 如果很瘦的话 它会看到很明显的一个 是 对这个就是刻前上级 刻前上级其实蛮明显的 我帮老师找一下好了 好 这边会有个骨头啦 对 大概是 摸得到吗 摸得到 我以为都是肉 没有没有 那老师的刻后上级 刻后的话在臀部的上面 所以老师的话 好像带在这个地方 所以像老师来讲 就会有微微的前倾 那老师你可以看到 你的前跟后是不是 就一个上一个下的感觉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所以它其实老师的话 会比较偏前倾一点点 对对对 对不对 因为我这角度出来 是叫这个样 它是斜的 是 往前斜 它会是这个样子 对你摸到后面 摸到前面之后 后面比前面高 就叫前倾 反过来讲 如果我先摸起来 你前面在这边 然后后面在这边 就被后倾 所以老师其实是 微微的前倾 那我们教老师几个 简单的动作好了 好我们就很 第一个动作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大鼠抱起来 膝盖往胸口旁 那记得身体要尽量是 比较正宗 这种 抬头挺胸的状态 然后把它往胸口拉 稍微拉到后面 有点伸展的感觉 腰有点伸展到的感觉 大概5到10秒 大概5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下来 然后再换一边 这样子觉得腰有被撑开 比较放松 对伸展伸展 大概可以做个10到15组 都行 那不管是前后挺 其实都跟臀部的肌肉 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第二个动作 是放松臀部的 对 那它也蛮简单 就敲二两腿 对 不然先这只脚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就往前伸 哇 这个肌肉感觉 对啊 这个肌肉感觉 一样可以维持个5秒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换边 好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动作 那最后就是再更往下 然后我们选一只脚先伸出来 对 那就一边是弯的 一边是直的 然后这时候脚 我们不用刻意往上提 因为这样子 你还没拉就已经很不舒服了 所以只脚放松就好 这样你会比较轻重 然后身体有点往前伸 会觉得大腿后面是有个紧绷感 对 这个就很像在拉这里 拉 对对对对 把它拉开 那一样可以做个5到10秒 然后我们就再换边 一样就也是做个10组啊 15组都可以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做了一些运动 伸展 对 很舒服 应该会蛮放松的 有 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 除了要治疗之外 也要预防嘛 所以有些姿势是要尽量避免的 觉得说像很多人坐在那个沙发上 会这样子 欸 我觉得跟我有点像耶 因为这样很轻松嘛 可是这样子腰就悬空了 这个就会让你腰椎其实是出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之下 就很多腰不好的时候会有这个习惯 就一定要避免 那应该老师我其实因为我们刚聊了很多医学上的事情 但是难得来拜访老师 听说老师有一个计划 就是可以帮体验那个画脸 是 麻烦老师 好 我就要来魔法变身了 好 好 那首先呢 我就是用那个我们京剧特殊的底彩 它要到你的脸上咯 好 老生的妆和我们女孩子淡脚的妆就不太一样 我们淡脚的妆就不会这么橘黄 老师那像我们这个脸型会适合什么样的装扮 其实你的五官啊 脸型来讲你是适合化小生的妆的 就是很俊美型的 但是呢因为您本身的职业是医生 那医生呢他也就是代表了很有权威很有学士 所以在这个航道的分类里面呢 我们会觉得把它分在老生是比较合适的 对 老师你怎么会 这个算是一个老师最近年来都做推广 一些京剧相关的 对 那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因为我们虽然知道传承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传承者 但是我们如果观众不够多的话 那势必传承者的路 这条路就会很难走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 然后因为化妆这件事情啊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可以带着我的化妆品 就可以让很多人用最快速的时间去体验一个京剧的文化 然后是用不同的角度 那老师这样化一个妆要多久啊 像现在化的这个老生妆啊它比较简单 所以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像如果是淡卷的妆 就是女孩子淡卷的妆的话 那大概从化妆到包头大概要两个小时 甚至到两个多小时 所以像这样子从准备到化妆要站的时间很长 对而且我们是这样子歪的 对 这样子歪的然后耗着所以会很 对腰的伤害可能还蛮大的 对 好我们现在这个妆差不多了 然后我帮你要这样勒头吊起来 你看一下自己现在变的样子 对眼睛张开 非常的有神 很帅气对不对 对啊感觉是有威严的感觉 金具的妆容真的很细腻 经过宇山一个多小时专业的装扮 加上服装和配件 我也快要不认识尽忠的自己了 你现在带的这个东西呢叫做染口 这个染口呢我们用两只手指头对 把它这样子捋下来 然后左手背在后面 然后这样子看着右斜上方 很好要感觉自己 嗯 我是华佗 对非常的好 你要瞪大 跟着宇山学了几个动作 像不像三分样 看看我的pose 拍起照来还是蛮有味道的 宇山想透过金具扮相加上写真摄影 来让大家认识金具 真的是个很好的入门喔 哇哈哈哈哈 不错架势十足 老师教的好 不过这个真的只是一个很 我不知道金具实际上是怎么样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比如说我们说话 我们不会说说话 我们要念 其实有男生的声音就可以了 对啊 不用那个 对 我女生是 虚话 你是虚话 虚话 对 非常好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好不好 好 那你念前面两个字 我念后面几个字好了 好 好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谢谢 太厉害了 哇 今天也忙了一整天 又开始痠痛了 谢谢老师你帮我教我这么多东西 我刚好答应要让你按一些穴位来治疗腰痛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真的太需要了 走 来 老师请 辛苦了 请坐 好 我们这个叫腰腿点 四五指的中间 这个骨缝 要有效的按它的话 就必须用你的指缝 指缝或甚至指甲都可以 真的 对 这样按进去 会有很酸的位置 甚至会带痛 又酸又痛 哇 好痛喔 这个地方我特别痛耶 对 所以代表老师 你的腰跟背的那附近可能是 是不好的 对 所以像我们可以一边按着这个穴位 一边去试着活动那个 动不了的地方 在中间画这个叫动气疗法 受伤的地方它就是气不动 所以我不能只是按着 我还要让它跟着一起动 所以我可以 如果这个腰很酸 我就可以按这个穴位 然后活动我的腰 我真的很痛耶 对 哇 谢谢李医师 老师今天教我这么简单 但是这么有用的这个穴道按摩的方式 真的是让我 又可以再多坚持几年了 老师 辛苦了 就是要传承这种艺术 需要非常认重的道元 是 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忙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就算顺利完成了 是 好 那我们就一起说 中医出任务成功 好 好不好 好 来 那就一二三 中医出任务成功 大家好 我是妮娜轩中医师 刚才在上一段节目中 京剧远远前以三 尤其李昌迪医师 喝了一杯仙草茶 其实仙草不仅仅作为饮料 它在台湾民间 还常被用来 做有清乐解除的一个保健职务 相传在古早交通不便的年代 人们来往以乡间或都城 都只能靠着双腿步行 尤其在炎热的夏天 又要赶路的时候 很容易中暑生病 于是有些三星人士 就会将一种具有 特殊香味的草类植物 经过晒干戟熬煮过后 提供给这些中暑的路人饮用 喝完后 他们的身体很快就恢复元气了 受惠的路人认为 这种具有特殊香气的草 应该是仙人所赐予的 于是就将这些人致病的草 称为仙草 或是仙人草 李律师 这样要来的 那当然是哦 哈啰 你就是李律师吧 我是我是 我是种仙草的农游 吴亦宜 你好 农草的主人吴亦宜 以环境永续 及友善耕种为宗旨 许许为后代的子孙 保有一块净土 努力的坚持下 成功获得了MOA的有机认证 也当选了105年的全国百大青农 来 李律师 请坐 谢谢 李律师请的茶 谢谢 是冰的 对 来喝喝看 这个很好喝 我先喝这样多 多喝几口 差不多 这个罐装的品质 跟一般现场煮得很像 品质非常的好 对啊 工厂用我们的有机仙草下去熬煮的 对 仙草草 所以你们的仙草品质的话 已经非常的高级 还好 等一下 你不是要过去采仙草吗 对 差点忘了 对啊 今天就是要采仙草 他今天要下田工作的话 一定要带大罐的 当然 一罐可能不够 我帮你这边多带一罐 好的 带两罐 带两罐 带你去采仙草 走 李律师 这里就是我的仙草田 大哥 这看起来很像杂草田 是吗 有吗 前面这个就是仙草了 你不知道吗 这个是仙草 看起来很像杂草 它是不地性的 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像杂草一样 等一下我教你怎么分辨杂草 刚才说仙草 好啊 往里面走 所以刚刚那个仙草茶 喝起来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是因为那个叶子的关系吗 不是 像那个它的味道是来自于它的梗 叶子就是它的胶子 你看它的胶子 所以揉一揉它就会黏黏的 你看看它叶子就胶质有没有 很黏黏的感觉有没有 看起来真的很黏 对很黏 这个就是它的胶质 满满的胶质 满满的胶质 对满满的胶质 好喝的仙草茶的话就是 就是要连梗加叶子 它的香气跟浓度会比较好 对 只限于台湾这边的仙草 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主要是仙草它不挑地 主要是在挑地形 主要有丰富的水情 所以大部分都在山区的丘陵 好 像现在的仙草就非常适合采 所以来我教你怎么采走 好 这个就把它翻起来 这个把它掀起来 这个把它掀起来 就像砰砰裙这样子 链刀拿好 不要割到自己 好 还要平平的这样割 稍微用点 用点力这样子 把它扭起来 对 这样好了对不对 稍微撬一下 就这样子 可以拿起来 那我也来试试看一下 这个很大 你要小心 它整个翻 翻起来 翻起来 头在这里 使出我吃饭的力气 对 然后车轻 煎草茶的力气 小心脚 好 再把它稍微拿起来 还没 还没 还有一个 对 好 下来的话 因为要把它晒得均匀 所以你这样子拿起来 有没有 甩一下 甩一下 对 对 很帅气 对 很帅气 把它甩开 太阳晒得会比较均匀 原来仙草是这样采收的 割下来的仙草 好大一重 像女生的砰砰裙一样 甩开 有 这样的像草草裙有没有 就感觉自身跟夏威夷一样 对 吴大哥说 他们还得在太阳下曝晒两到三天 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 我们刚才是现采的 这个已经晒到三天了 大哥 所以这个仙草经过曝晒以后 还有什么后期的作业流程 像曝晒 我们像曝晒完了之后 就会拿去仓库里面 存放至少半年以上的后手 像我们放半年之后 后手主要是为了要让它去它的苦涩味 还有它的生味 所以现在闻起来会晒干的 就会有清香味 所以仙草要放越久越好啦 要放越久越沉 对 越香 整个起来的这样 等一下我先教你怎么煮仙草草 好啊 像我们现在的话要煮仙草草 一定要把它仙草洗干净 像这个我都洗好了 洗到两到三遍 把那个沙子啊一些杂质把它洗掉 还有土把它洗掉 那洗好的话 这样子差不多两千细细的水 这个要五六十克 对对对 就把它弄进去就好了 然后一碗水 一碗的外锅水 再把它放进去 像这个要煮两遍 一般煮的话 为什么要煮两次 是因为我们要煮得越久 它的胶质会越出来 不然的话你那个胶质没出来 它的营养本质永远都没出来 这样子 原来如此 刚刚喝到罐装的仙草草 那待会就可以喝到 现煮的一个仙草草了 哇 这个仙草煮的 比那个罐装的好喝很多 是啊是啊 不只哦 仙草拼 只有煮草 我儿子还帮你准备了仙草 仙草蛋 还有那个仙草拼上 所以这个是仙草做的 我现在闻一下 哇很香耶 很好吃耶 那这个是 因为这是我吃素 所以我也做了一个 素的仙草提打 很棒耶 这个仙草可以融入到 那个焗烤里面 而且它其实闻起来 有一个淡淡的清香 而且吃素很棒啊 可以环保啊 体内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作用 对了 第一次冬天喝 把它煮成这个仙草这样 有差别吗 其实那个仙草啊 它不是凉的 或是把它做成烧仙草 它加热过后 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属性 所以像是那种体质比较虚弱的 然后手脚冰冷啊 或是容易拉肚子 怕冷的人呢 其实都不适合吃烧仙草啦 冬天不适合饮用 可是呢 我们可以以仙草茶作为这个基底 然后加入几味中药材 把它做成仙草养生茶 就可以改变它含冷的一个特性啊 现在要回馈给那个吴大哥啊 制作一个仙草养生茶 那首先呢 就要准备仙草汁500cc 然后呢 加入适量的红枣 然后呢 再加入桂圆 然后煮滚之后呢 可以转到中小火 然后再煮十分钟 之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枸杞 然后再煮五分钟 我们的仙草养生茶就完成了 都起来感觉怎么样 哇好好喝喔 像我们刚刚那个红枣啊 可以制补我们的一个干身 然后桂圆嘛 它就是有补血的一个作用 如果你气血比较不足的 那枸杞 当然就是可以顾巴猪啦 对啊 然后它可以带一点甜味出来这样子 就是 而且啊里面这个仙草养生茶 其实 反而仙草是比较寒凉的嘛 所以我们又加入了那些 桂圆啊 红枣跟枸杞 这些文补类的一个药材 它其实可以综合在一起呢 会变成一个非常适合 在冬天服用的养生茶 然后其实它有补中益气 跟养心安神的一个效果 那我要多喝一点 可以多喝一点 可以多喝一点 应该算清秀吧 好 那圣诞镜头会比较适合哪一个 类型的妆 可是刚才导演是说 像你长得这么俊俏的人 要画什么样的妆 因为我身性谦卑 所以不好意思问 整个仙气都飘起来了 对啊 有点清香 你口罩戴着这样 你可以聞得到 谢谢